各位星中四的同学 这里是另外一个题目 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你看到暑假设计较了 现在已经三个不同的题目了 让我先给你个讯息 一星中四的题目是大很多 而且这些题目的难度提升了很多 所以我一开始就让你知道很多不同的题目 让你有个心理准备 这是确计较计较 确计较计较的方法是如何呢 我们先做一点引言 例如A3x加4等元8 这些叫做Linear计较 你看到有Linear计较的字 这一句是确计较计较计较大 这一字abor data 就是一直方程中文 如果白约较计较的 cancer 那什么叫确计较到呢 确计较负 hear 一次颗反应对应的 最高的次方一次 确计较平对应 最高的脂肪是二次 例如3H的二次加4X减5 这些又叫Cordidate Cordidate equation 这些会引入所有的方法去解决 Cordidate equation叫二次方程 二次是根据最高次方 最高次方是二 其他方程有1有Cordidate 这个方法 我们将提升了AX2加PX 将数字变成代数 加C等于0 这个叫General Form General Form of Cordidate equation 我们简直就是General Form 就是一般式 一般式即是一般人都认识 不是只讲一笑 是一般的形式的意思 好 不过KC喜欢这样讲 让你记得清楚一点 我们首先介绍一下 如何解决这些Cordidate equation的方法 好了 我们先删下它 这个是Cordidate equation的一般式 我们就A B C是Coreficient C O E F F I C I E N T 当然我们C叫Coreficient 但是我们统称了Coreficient 就是Coreficient就算了 A B是Coreficient C是Coreficient 但是我们都叫Coreficient 就是实际一些的 一般的A不等于0 因为等于0就会跌到 Linear equation那里 我们不想它跌到Linear那里 好了 我们删下这条 这条条条条条 我们先认了A B C A是1 B是11 C是18 我们学过的一个方法是什么方法呢 以前就是用这个Coreth method的方法 11 18 18就是9 正9和正2 9X加2X 等于11X成8 看回这个方法 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 所以可以写作x加9x加2 好了,接着两构数成为了 你认为ab乘为0,就是a等于0 我说b等于0 这些要懂得用数学的研究表达 所以这个是a,这个是b,这个就是a,这个就是b 所以x加9,用红笔写 这个是a,这个是b 所以根据a等于0,我说b等于0 好,所以x等于-9,或者x等于-2 这个用个数学就叫ruth 就是ruth of this equation -9 and-2 are roots of this equation 这个方法叫methodalization Methodalization,你们学过的,这部 接着那部,如果是去年跟我读书 我都自然地引入这些东西 因为你必须要知道的东西 逻辑的东西我们越早知道就越好 你的逻辑是要慢慢溶化,慢慢消化的 消化而再溶化,溶化而消化 再消化,然后令你对那样东西 对那个逻辑是更加强烈的 好,这个,我们看看a是2 留意我b不是5,是-5,是-5,是-5 是-5,是-5,是-3 好,我们先打算2x,x 因为我其实很清楚,我自己知道 那个数字,所以你看到我计得很顺 好,这个是-6x,加x 如果你这个位置都未熟的话 那就要放熟一点 好了,所以这个就变成了2x,加1 就是这样看的 再定义,x-3 接着下一步呢 就是2x,加1,等于0 或者是x-3,等于0 这个召开,x等于负二分一 或者是x等于3 好,其实我们选择这些方法 最紧要有一步是factorize到两个东西 即是这一步是做到factorize 其实我们就叫做多统 因为你接下来都是在形式上写出来 就是,如果这条我们就会抽出来 因为一抽如果2x-1出来 那就自然地形成了两个东西相成 那两个东西相成的话 那两个东西相成的话 我化减压这些东西才行 那你就可以运用ab 吃起来等于0 就是,这个是怎样? 等于1,没错 2x-1,等于0 接着all,没错 5x-6等于0 X-2分1 或者 我举个例子,x二次,减x,减1 我特意给一个最简单的 因为正1-1,你没有可能试 你一是正1,一是负1 你一边写一个区域,已经写完了 你没有可能的,impossible impossible去弄到负x出来 因为这个就成这个x,减x,减1 所以这个位置,不好意思,这些位置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们要经常去做一些东西 这个我数一数段给你看 因为我也要写一个区域给你看 我们这里有一条formular 这条formular我就要做区域给你看 我们去到这里,如果我加一个 这个是负1,B是负1 我为什么要强调B呢 C是负1 如果B是负1的时候,就insert一个数字 那个数字是和B有关的 就是B over 2的义次 减B over 2的义次 在这个case,B over 2就是负1 over 2的义次 负1 over 2的义次,就是2分1的义次 好了,这件事其实是一个完整的competing square 自然的完整的competing square 就是x减1的义次 当然你可以查一查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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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